几天前的中国发生了白质革命 大家也知道很多人都接受到中国公安的恐吓来电 但包括陈老师在内也不例外 所以我将这支影片放到了YouTube上 却引来很多简体中文用户的评论说太假了 那其中就有网友表示 这个口音太台湾了 还有主播后面有尿 很显然是个懒人 是个没素质的人 台湾人竟然都喜欢这种玩意儿 取消订阅 没什么好看 没什么好看的 你还在看 我不知道你是真的取消订阅 下次又跑回来说太假了 然后他前面说主播后面有尿 老师说我一直没有理解 我一直去翻看我的影片 才发现影片后面有一杯 警察同志 我马上删 因为我在上海市 我好怕 我赶紧去删 别来抓 他说有一杯尿 这是一杯尿 那我就验证给你看 它不是尿可以喝的 这就是ASMR 然后 但是我现在想到一个问题 会不会很多小粉红就认定他就是尿了 然后在下一期节目或者是之后再留言说 陈老师在 陈老师在YouTube上公然喝尿 中国网红回呛小粉红直播喝尿 这种人什么玩意儿 台湾人居然喜欢这种玩意儿 这下真的洗不白了 陈老师这次真的洗不白了 大家也不要去乱传咬 包括一些媒体朋友 这不是尿啊 我都喝了好几口了 我相信一个正常人应该不会喝尿吧 绿茶 它确实还真的有点像尿 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一说还真的吓一跳 你们小粉原来是有这样的认知 原来尿是可以放到你的床的旁边 只有小粉你才有这样的认知 所以你才会讲出这样的话 隔壁就是卫生间洗手间 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放床旁边啊 真的有趣 说了这么多 我其实蛮想上厕所 大家听听看 有没有马桶冲水的声音就好了 所以小粉你们是怎样 是住不起有独立卫生间的房子吗 还是怎么样 还有网友表示 这个口音一听就是弯弯南部的口音 我认识几个高雄人 笑死了 你认识几个高雄人 那这个口音呢 其实就是中国大陆的南方的口音 像是以广西广东海南这几个地方为代表 那这个警察呢 他打过来的就是公安的坐机电话 来电是显示是在广东 所以说它是广东口音 但是这个网友说 这个口音一听就是弯弯南部的口音 我相信YouTube上面有很多 我台湾南部的粉丝 那你们听听看 这是高雄口音吗 如果这样继续不配合 你还是这样的消极的态度 这样无理的态度的话 我们就会强制执行逮捕你 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的 我不管你在哪个角落 你只要今天还在中国人民共和国这个领土上 我们就可以有理由找得到你 你还认识几个高雄人 你连高雄的熊都不会打 高雄的熊是英雄的熊 不是为你熊的熊好不好不要搞错了 那下一则留言 两个台湾人在演戏演得真好 大陆警察普通话不会这么烂 更不会这种语气讲话 编的剧本太假 两个台湾人的独白 还以为有什么惊喜的很无聊 那你干嘛看 我们大陆不会说了拉哦 真假的 我特别喜欢陈老师那个节目 太好看了 你不加拉那就变调了 也有拉 然后他又接着说这明显是两个台湾人一台系 为什么是两个台湾人 因为陈老师也是台湾人了 这种垃圾不配做中国人 这种垃圾不配做中国人 那我是台湾人了 然后是因为我不配做中国人 所以你的大脑里面概念里 台湾跟中国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陈老师现在是台湾人了 哦不配做中国人好吧好吧 原来你的意思就是台湾人不配做中国人 你这不是间接台读吗 下一则 这是台湾腔 假的视频吧 不是中国口音 台湾腔不是中国口音 你们不一直说台湾是中国的吗 中国台湾腔 中国台湾口音 怎么你这边说这是台湾腔 假的视频吧 不是中国口音 我们家这边说话也没有说话这么机车的 所以我说话很机车吗 所以我说话很机车吗 我跟这个警察说话很机车吗 没有吧 你可以说我这样 因为我喜欢讲台湾腔 没有那么多阿欧巴 而且警察大部分都是普通话很标准的北京腔 你这个就进车 你问一下大陆人 大陆人都知道 你在公安工作不一定要很标准的普通话 甚至你还说北京腔 我这一辈子在中国待这么久 也没见过说明有几个讲北京腔的 大陆朋友们互相留言传递一下 看到很多中国网友都说口音是台湾口音 所以可以断定这又是台湾人的无差别抹黑 请转发和留言 让更多人知道 不要相信 也不要点开看 抵制抹黑 拒绝台独媒体 下一则 从来没听过这么台湾腔的警察 哈哈哈哈 这是中国台湾警察 移民到中国大陆了吗 笑死了 低能儿才会相信这是中国警察吧 我真的笑死了 台湾警察移民到中国大陆了 那不是一个国家怎么叫移民呢 这用词的不当 所以你们内心你都欠接的 就知道台湾跟中国不一样 一个有人选 一个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说两国之间叫移民 你这个词用的其实挺好的 还说笑死了 低能儿才会相信这是中国警察吧 啊台湾警察 啊就不是中国警察 所以你的概念里面还是把中国跟台湾分开看嘛 所以说白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实状况 啊两个就是不一样的 然后又有网友表示太假了 我听了一下就没听了 那你还看什么看 主要是博主自己普通话都没练好 就出来冒充中国人 很明显他就是台湾口音 我多次讲了 我觉得我很喜欢台湾的 我也表明过 我讲的就是台湾腔 什么叫很明显 他就是台湾口音 大陆人没他这样说话叽叽歪歪的 而且那警察也是他们台湾人吧 说白了 两个人都是台湾人 在那里冒充大陆人 台湾人敢不承认他们是台湾口音吗 大家快帮忙留言 让博主看到我说的 是个男人就回复我 敢不敢置顶 别装了 是个男人就回复你 ok我已经回复你了 还说敢不敢置顶 我直接拿来做节目了 你说我敢不敢 虽然我查了的确是广州的公安局电话 也的确是坐机打给你的 站在国内很容易花钱办事 这个电话没有警察露脸 所以警察收钱没人知道 也没人知道是哪个警察 还有也不排除你认识一些警察 万一是你朋友在公安局工作 也不无可能 总之警察打威胁电话 我是不太相信 除非你是罪犯 不然警察这样不是公然违法吗 你也知道这是公然违法 你也懂法律的概念 然后他接着说 太假了 把中国法治国家说成这样 中国哪里是法治国家 明明是人治国家 你还真的相信宣传上说的 法治民主自由 这些中国都有写 把中国法治国家做成这样 应该是被微博官方删除了 哈哈哈 亲妈打脸 我截图传到群里了 还有截图给你看看 然后这样的文章 其实不止这样一个账号发布的 因为他当时说已经删掉了 那我自己就去网络上找 然后我在网易上呢 也有发现类似的文章 标题说台湾又在演戏抹黑大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发布的作者弯弯傻事 这样一看就是一些爱国爱党 这种舔的自媒体吧 发布时间2022年12月2号13点北京 文章内容写 在台湾知名的大陆油管博主陈老师 通过扭曲事实来博得台湾人的关注 就在不久前 他炒作中国发生白色革命 不是白纸革命吗 我知道了 而白纸革命在中国不能讲 这种事不能讲 所以他说白色革命 OK 他炒作中国发生白色革命 并把发生在泰国的抗议照片 移花接木作为饰品素材 可以看见的是 图片上泰国女生高举抗议标语 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 陈老师通过PS修图 把抗议者手持的泰文标语给抹除了 只剩下一张白纸 同时陈老师还在岛内知道话题 他声称因为声援不存在的白色革命 而遭到中国警察的电话威胁 引发岛内和海外热议 与此同时外交部发言赵立坚也在记者会上表明了 所谓白色革命与事实不符 并表示网上出现一些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 试图扰乱中国 OK这是他的文章 然后我想说首先他白纸革命 把它改成白色革命 你自己就在这乱写 你也知道不敢写出来 然后说并把发生在泰国的抗议照片 移花接木作为视频素材 所有的影片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些女生举的是白纸 它上面没有写字 所以他告诉大陆人说 上面其实是泰国女生 因为抗议标语是泰文的 所以我为了移花接木 把那些白纸上的泰文都给抹除掉了 所以说这些泰国人手上举的这些白纸 那些泰文如果留下来了 那不就暴露了吗 所以是因为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 陈老师把这些泰文给删除了 然后我就通过我的浏览器历史浏览记录 回到那个网址去发现已经打不开了 当我点进去这个网易新闻的画面 下面提示抱歉 没有收到相关内容 被亲妈打脸 因为这个里面提到了 虽然说用的词是他篡改的 但是也是很敏感的 大家也知道他提到了这个白纸革命 虽然他用的是白色革命 也是很敏感的 结果呢 亲妈打脸直接给删除了 当然我相信这些人你要去跟他说 他肯定不承认 亲妈删掉就被亲妈删掉 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言论自由 有什么不好承认的 所以很多大陆人都不相信这些东西是真实发生的 那像我之前的那件事 我有特意把电话留下来 你可以自己打回去 不就行了吗 你自己去向公安 向警察求证 你可以问 有没有白色革命 陈老师有没有被恐吓 那电话都有 你自己可以去打 那另外呢 也有一些观众来投稿说 在中国 他们也遭受了各式各样的恐吓 其中也有很多人和我一样 接到了恐吓的来电 那我接下来就将这些大陆朋友 投稿的这些影片发给大家 你这样发视频是不行的 现在市交委已经给我们打电话了 现在市政府都已经介入了 你赶紧删了好不好 有什么调点咱那个什么 再商量商量 行不行 几天前 有人在评论区恐吓我 让我刷出视频 而就在昨天下午 又接到了一个匿名的变身电话 恐吓我 让我刷出所有的相关视频 还说让我死相一点 让我闭嘴 不要为弱势群体发声 而且还说啊 如果我再继续发声 他们有的是方式方法 对待我 谁举报就抓水 还说他们有的是办法找到我 我好害怕呀 我只要我还站在这里 我就会坚持一直发声下去 直到有了好多结果 在这里我问各位网友给我见证 如果突然有一天 我没有更新视频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把门打开 听到这样的声音 让不让人心碎 无法想象他们当时的是 处于 哎呀多么绝望的状态 民众的声音一点也看不到吗 昨天晚上的大暴动 看见了吧 要你把这个视频下掉 今天目前为止 我看你这个视频 还在 我想问一下 你是这么想的 你是谁 这事给你管吗 你管得了吗 你可以怎么管 所以如果你是聪明人的话 尽快把这个视频下掉 你明白了吗 呃 是哪条法律规定了 不允许发吗 我触犯到了你吗 影响到了你什么 我指明道姓的吗 这个人跟法律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 也影响到了一些人 也带偏了一些人 那请问你是哪个部门吗 你没有管我是哪个部门 我是哪个部门 也不是你能问的 明白吗 我也不会告诉你 我是哪个部门 这事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你立刻把这个视频删掉 明白吗 还有一个 删掉可以啊 还有一个啊 前两天 旗舰里两三点 不停的电话打的 是不是你安排的 呃 是不是我 你自己去想 好吧 不是 有数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事情呢 确实对我产生的影响 现在你这一系列的天天打电话 弄的 我刚不耳机是你给别人产生的影响 明白吗 你这个视频放这些 这个影响很合理 明白吗 影响到你什么了呢 我想问一下 你给我解释一下 影响到哪些了好吗 影响到了一些人 明白吗 你发其他的视频 我们可以不管 但你发这种视频 我们就在管 你们是谁 你跟我们是谁 不是谁跟你商量 我现在在拿着另一个手机入音的 你说的所有的话 我确定的是一点 我不违法 你可以随便投音啊 没问题 你可以随便投音 你就那么猖狂吗 如果你是一个记者 那没问题 由你的上级领导去关你 但你不是 你是一个自由 是一个个体 你发这些视频 没有经过任何部门的审核 明白吗 抖音平台它会审核 如果说违规 它会不让上级的 你明白吗 这个你能够吧 抖音平台 抖音平台 假设它能审核的话 它审核的也是 其他的也是相当于对于这种 特别敏感的话题 你不能发 你不是记者 你代表不了一些新闻工作者 什么意思啊 难道我们普通老百姓 就没有发言权了吗 我现在已经明确的告诉你 这个视频必须下掉 好吧 而且我们可以追根属源 你发这个视频 你人在哪 住在哪 住在哪 家里有多少人 我们都清楚 你发这个视频 你人在哪 住在哪 住在哪 你家里有多少人 我们都清楚 好吧 我滑掉了这个题目 你一看到明镜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 已经是最后通电了 那我们都知道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其实中国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 喜欢我里面 你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另外你也可以通过 影片下方的留言区 跟大家互动交流 你也可以通过 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以及加入频道会员 赞助频道 谢谢拜拜 真的挺累的 做了这么久 你还没有帮我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不对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